大家好我是泡泡 大S和汪小飞之间的骂战已经分出胜负了 舆论已经一边倒的偏向了张岚汪小飞母子 反观大S那边呢 今年三月份他跟聚俊叶官宣结婚的时候 很多人还拍手称快为他们叫好 但是此刻却成了笑柄 现在两个人的通告几乎全停了 损失惨重 在大S一家人不敢出门之际 汪小飞一家人却在直播间变现两个亿 搞惨大S搞红汪小飞 搞火麻六计把自己搞成大网红 这一箭似雕 张岚是怎么在一个月之内就完成的呢 65岁的张岚到底有多牛 我总结了他四个过人之处 第一张岚情绪非常稳定 整个事件当中张岚的情绪是最稳定的 汪小飞的情绪是最不稳定的 脾气急躁 不停的剑拔弩张 又不停的掩旗息鼓 反反复复 简直是被他的前妻牵着鼻子走 以体面行走江湖的大S 起初还是比较冷静的 但后来两条声明放出来 火药味十足 他已经很不淡定了 情绪也不稳定了 而S妈彻底撕下了温柔隐忍的人设 指责汪小飞母子是疯子 所有这些人当中 只有张岚持续保持着情绪上的稳定 人间清醒 他连番两条声明 有理有据 用一针见血 戳穿对方人设 同时提出自己的诉求 还顺带给自己的产品狠狠的引流一把 拉了一波好感 所以你看看 什么才是大酱风范 姜还是老的辣 那便是浴室冷静 不乱方寸 能非常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 并且还懂得利用对方的情绪 就张岚这种处事风格和能力 为他之后直播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 情绪稳定 浴室不慌 对一个成年人来讲多么重要 第二 张岚对自己太狠了 张岚对自己的狠是出了名的 他比年轻人精力还旺盛 还能吃苦受罪 所以他每次在跌倒之后 都能重新爬起来 翘江南丢了都没爬下 一个65岁的老太太 在工作上还那么拼 最近他感染新冠 但是他并没有暂停直播 一如既往的在带货 还在直播间里敷面膜 看着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现在很多人都有感染新冠的经历 多少年轻人 发烧在床上都爬不起来 说自己浑身疼 烧得冒烟 所以你觉得张岚他不难受吗 肯定难受啊 但是他在熬 他在忍耐 你看他头发散开 脸上红肿 说话的语气明显跟以前不一样 声音也沙哑 只不过是有一种精神力量 在支撑着他 所以这个人真是太狠 这么狠的一个人 你说大S能斗得过他吗 之前大S还讽刺张岚 就是个卖酸辣粉的 但是这个卖酸辣粉的老太太 一合合的卖出了1.8亿 张岚这种女人 死多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所以我觉得大S跟他的较量 大S只是嘴硬 也许心里面早就对他很服气了 第三 张岚很会表演 张岚是典型的表演型人格 你看他在直播间里头耍宝 逗漏了无数吃瓜群众 其实他在还没有直播带货之前 他在直播平台上 是走那种贵妇路线的 每天就是拍自己的生活 去高档酒店喝下午茶 约上自己的闺蜜 女企业家聊聊天跳跳舞 晒晒儿子给自己买的爱马仕 每天就是换着花样的秀 对他来讲 只要有观众处处都是舞台 他的一些谎言和夸大其词 早就被众多网友戳穿过很多次 但他依然我行我素 有一次他就假装给大S打电话 做出一副家人很和睦的样子 其实网友眼间发现 他根本就没有播那个电话 只不过是在装而已 这个无实物表演引来了一通群潮 但他丝毫不在乎 特别拉得下脸 特别能豁得出去 这种张扬的性格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是 哗众取宠 但是他顽强的生命力 和不具艰难险楚的精神 还是值得肯定的 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 第四 张兰对世界变化的反应速度非常快 张兰可谓是一个营销高手 营销的本质就是抓热点 抓趋势 适应变化 迎合变化 以最快的速度去反应和翻身 比如他在这场大战当中卖东西 他马上就能找到攻击敌人相匹配的货物 比如绿茶影射的是大压死 比如说鲁袋影射的是聚菌业的光头 比如床垫是影射吃软饭 张兰还在直播间里面喊来了 当年翘江南的合伙人安勇 张兰从翘江南出局之后 安勇就一直跟着他 如果一个员工一直跟着老板20年 那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有钱赚 二是这个老板人品好 所以你看张兰立刻在直播间找来自己老员工 为自己的人品背书 65岁的张兰也是刚玩直播 刚开始也是什么都不懂 但是11月底 因为大S的发达 他的直播间一下子涌入了210万的观看 张兰马上借力打力 号召团队开会 重新转换自己的人设 将原来直播的4到5小时 立刻调整为10到12个小时 商品调整 话术调整甚至增加自己团队的人员 随时观看网友的反应 随时改变策略 仅仅两天 张兰就将业余的直播团队调教成了 威亚式的专业团队 所以你看看他对外界的反应速度有多快 以上这4点就是我总结的张兰的4个过人之处 他凭借这4点硬是把儿子的一件丑闻闹剧变成了一部立志鸡汤剧 真可谓是以一己之力振兴整个家族产业 大S以前无论多厉害多强势 这一次都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最后我想说张兰能够打败大S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源于他的思维方式已经跳出了女性思维 更不会靠着女性红利来达到目的 但你反观大S一直在吃自己女性的红利 他的成功就是靠建立在男人基础上 包括听说他们最终达成了协议 两个孩子可以给汪小飞 但是需要支付5000万 很多人说这是典型的把自己作为商品出售的逻辑 而张兰不是这个逻辑 他不靠女性优势去获取资源 而是靠自己独立去战斗 真的很了不起 好你们同意吗 我是泡宝 感谢收看 拜拜